我母亲呢 唱戏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 景星大家庭 大家庭的 我爸娶两个老婆 我妈妈大 那个母亲叫张冠珠 网上能够查到的 著名的那个京剧 我这照片为正 看活动风景 品百位人生 大家好 我是同步登说北京 今儿啊 咱来了赵追的活动 没错 又去六哥家里了 这次啊 不仅有香的 留哈喇子的打卤面 六哥 还给我们聊聊 他的童年糗事 曾经买过100个山楂丸 吃完之饿 怎么回事 咱听听 这是我母亲 所有京剧界的老艺人 我那原版的没有了 天津 启兴 杨卫公司 有股份 那个启兴是很有名气的 当时 启兴杨工的股份 咱说现在是水泥 对就是水泥 我大爷 我二大爷 就是在玩人教官 就是体育教师 都是 我们家赵追的朋友 现在西门排叫114号 老门排叫36号 我爸就在对面 人家小豆是门口 我知道 那天天聚着做 思雷分子 撤老酒 小时候咱也不懂 对 我刚小时候 刚我纳病说 几岁 让天门看见 游行去 公民行 我爸回来打我 嗯 不能去 不知道啊 打我呀 咱小时候咱也不懂政治 反正那时候我妈 我听我妈说 我爸 就希望这个 小豆的特色 我知道 也得往里扔条子 金条 过去脑子都不敢留着 有的是 啊 有开拓 有开拓 我说多了 是 反正我小时候知道 在我们家玩的时候 啊 就这么大 这么大 减风啊 一拳子 减风的 都是 那时候我看有 鱼皮的 牛皮的 里边印章 没有磕字的 一马天马山似的 好料都是 到最后 不知道你就哪去了 上学 就是那会儿你没成人 没成人 上学呢 淘气啊 但是我功课最好 哦 上学学习还不错 现在说到豆爷了 豆爷工一般呀 豆爷做 我后边 我在讲来桌 一个单一桌子 你们淘气 讲来桌 左手一桌子 就一个 然后学习 哈哈 嘿 我俩 歇会儿 什么歇完呢 小豆拿前面掏耳朵 我没事干呀 他就是掏耳朵 手也掏坏了 行了开始吧 那不是学校里边不会打块树啊 俩人抱不起来 就现在 香城路小学 就是四五六年级的那小学 对 要本座小学 我们俩初上皇 就树上抽烟去了 我们老爷子打我 搞体育的一米八几个 那大手工个他妈脸似的 我妈那时候上学呢 天天过两毛钱买高点 正好买盒盐 不是工农嘛 就是战斗的 这两种盐是两毛钱一盒 小扑卖你知道吗 卖根的 一分一根 我现在可以说 问所有 我没说家话 问问所有赵刀工的西口的 我工一壶冲烟 报价 后来粘钱 那叫个粘钱 叫辣椒干 我不要这个太软了 摘五块的 摘两块的 叫做我们俩西口这几个人 买什么啊 猪子腰铺 山楂丸 买一百丸 一百丸 春过呀 越吃越饿 头一小都先过的 我吃老六 没饿 一百丸 焦糖似的 现在离世那不一样了 过去上边 过去上边 这是砂糖粒 裹着 那纯山楂 现在不一样 对 老六这你可别买了 妈吃完之饿 六哥这童年经历啊 真的太逗了 我希望他多讲点 真的笑破了肚皮了 哦对了 这次又吃了打卤面了 而且把配方给拍了 您要想知道 下期接茬看 我说大洞 我说大洞 自己养费 我说大洞